在本赛季一甲联赛赛程已经过半的情况下 尤文图斯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赛季初期 在阿莱格里的带领下 这支球队迟迟无法找到比赛的节奏 与联赛中的竞争对手们相比 尤文图斯不但在场上没有体现出高人一筹的技占术水准 球员们也在场上显得动力不足 除了基耶萨等少数几名球员保持着不错的状态之外 其他大部分球员 无论是基耶利尼博努奇等老将 还是库卢塞夫斯基等年轻球员 都并不在他们的最佳状态上 好在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尤文图斯的状态终于有了些许回暖的迹象 在过去的五场比赛中拿到四场比赛的胜利之后 他们已经将球队在积分榜上的排名提升到了第五位 看起来 如果球队能够保持这样的势透 那他们有望很快重返前四名 不过 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乐观 从尤文图斯这四场比赛的对手来看 有三支球队都位于降级区内 这些胜利的含金量并不理想 未来一段时间 尤文图斯的考验将会真正到来 在接下来的六场比赛中 尤文图斯将会遭遇AC米兰 纳布勒斯 罗马等强劲的对手 对于阿莱格里和他的队员们来说 只有在这样的强强对话中取得理想成绩 球队才能够真正树立信心 由于战绩情况实在不够理想 在这个转会窗口 尤文图斯也是补强阵容意愿最强的球队之一 不过 由于球队的战绩持续低迷 在影员之前 他们甚至有可能先遭遇挖角 有消息称 队内后防中间德利赫特 已经进入了切尔西的影员名单当中 据悉 由于多名后防线主力球员 有可能在赛季结束后离队 切尔西非常希望 签下一名能够为球队效力多年的 核心级别的球员 在他们看来 德利赫特是一个相当理想的选择 不论是从年龄方面 还是从当前的竞技水准方面 亦或是从未来的潜力方面来看 德利赫特都是欧洲足坛 所有中后卫球员当中的佼佼者 而且 由于德利赫特经纪人拉伊奥拉的存在 尤文图斯最终留下这名荷兰国脚的难度并不小 不过 德利赫特即便离队 最快也得是本赛季结束之后 尤文图斯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利用冬季转会窗口 提高球队在这个赛季当中的竞争力 从阵容方面分析 在球队的前锋线上 他们本赛季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低迷 在19场比赛中的进球数只有27个 场均只能打进1.42个进球 只排在联赛的第11位 这完全无法匹配尤文图斯这个级别 球队应有的水准 作为球队的进攻核心 迪巴拉虽然在13场比赛中完成了5个进球 并为队友送上了三次助攻 是队内制造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但是从场上表现来看 迪巴拉没有办法很好地带动队友 换言之 他是一个不错的攻击手 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进攻核心 或许这就是为何 在他的合同还有半年就将到期的情况下 球队仍旧未能与他完成续约的原因 此外 作为球队的主力射手 莫拉塔的表现也相当低迷 本赛季 这名西班牙裹脚在20场联赛和欧冠赛事中 只收获了7个进球 场均进球数只有0.35个 在这种情况下 尤文图斯似乎已经无意将他继续留在队内 据西班牙转会专家罗梅罗称 巴萨主教练哈维对莫拉塔非常欣赏 希望能够在东西期牵下他 与此同时 为了说服尤文图斯同意莫拉塔离队 巴萨还希望将德配送到尤文图斯 不过 这桩转会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莫拉塔的所有权并不在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需要在赛季结束后 向马进支付4000万欧元才能将其买断 因此 如果双方想要在东西期促成这笔转会 将莫拉塔和德配交换租借应该是一个最具有操作性的选择 此外 在尤文图斯的边峰位置上 由于库卢塞夫斯基存在离队的可能性 尤文图斯也在寻求签下一名顶级的攻击手 有消息称 巴萨边峰登贝莱向球队提出了4000万欧元年薪续约的要求 巴萨方面无力承担 据每日体育报称 尤文图斯已经介入了登贝莱的争夺当中 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据悉 尤文图斯已经与登贝莱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 他们非常接近在东西期完全敲定这名身价5000万欧元的风险球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